以前工作的时候呢 因为他会在录音室的楼下 自己的那个面包车里面 那是在四五十年前 四十几年前 他那个车子里面呢 就是只有后面有后面那个座位 他会盘腿就坐在那边 然后一个硬板 然后一张笔 然后workman这样子 然后他就在那边边去 然后这个中间这一排座位是撤掉的 因为就是要放一些机器 那这些机器会上面的人先去架 然后呢他可能先写了一张笔 先几个吉他鼓贝斯 他就先去 然后接着他又再继续加什么东西 加什么弦乐什么 他又再继续写 上面录音 他下面就开始工作 他在写的时候 最厉害的 大家也是觉得说 老师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可以在三重卡车摩托车夜市叫卖声 各式各样的就在那边川流不息 他就一个耳机然后就开始 而且他听的是那个最rough的 可能只有一个空心吉他跟一个唱的 然后他就可以把这首歌 把它编成什么样子味道的一个歌曲 然后拍子是怎么样 然后大概是会是用什么方式呈现 影像加上音乐再加上一个叙述 就会有一个每个人观感不同的故事 对他来讲他是很想尝试走这条路 所以做动漫啊 那时候做3D啊那种 他就很有兴趣买了各式各样的器材 最特别的就是他买过那种电视台 才会用的那种SNG类似那样子 他对品酒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在乎 所以他会买酒 什么样的酒就要买什么样的酒器 所以后来我自己也很爱买这些杯杯盘盘